所以那個規則大概知道一下ASCII code 這個內碼 這個所謂的內碼表 這都固定的啦 網路上其實也都查得到 我只是從那個網路上把這個畫面截取下來 那我們只要知道說 它的它如果要數字的話 一定要是47以上 然後58有沒有以下 所以這兩個一定會有交集的話 只要有重疊就是on end 這個可能要大概知道一下 如果沒有重疊像那個中文的部分 因為它是小於0 而且大於127 兩邊好像沒有重疊那就偶爾 如果兩邊你畫出它沒有重疊到的地方 就是或哪一個或哪一個 大概邏輯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已經先寫一個 回圈就是內回圈部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寫什麼 寫那個外回圈 所以喔 第一個 我們已經把這邊寫出來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地方假如說 把這個列號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第二列到第九列的話 那這樣子A欄的所有東西 每一個每一個都可以通通抓到哪裡 抓到這邊去處理 那處理完之後呢 再把它丟出來 那這樣就OK了 所以我們會需要第二個回圈 那所謂的第二個回圈要什麼做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在外面再包一個 for回圈 那這個回圈的話就是for i 因為剛剛我故意寫成for j 裡面的回圈是for j 那外面的話是for i 等於 第二到 2到9 OK 所以2到9 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好 那再來的話 基本上我們可以怎麼做 可以把這一段程式搬到這裡面來 我的習慣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已經寫了個回圈 然後你要把 另外一個回 就原來的資料呢 放到裡面的話 我習慣先在上面寫 然後把它拖拉放進去 那記得喔拖拉的時候呢 把它這樣拖拉過來就可以了 選完就拖拉 那再來 為了要區隔說裡面跟外面的差別 所以呢 我們按個tape鍵 讓它呢 下一階 為什麼要下一階 你會發現 如果你沒有下一階 你分不出來 到底裡面跟外面 到底哪一個是 裡面哪一個是外面 可是如果你按個tape鍵的話 那其實就比較容易區分了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把底下這個地方 字好像還是太小 工具選項 把它那個撰寫風格放到第14號 這樣看起來會大一點點 OK 然後直接把它拉過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for i了嘛 所以再來要改哪個地方 把原來的這個數列號 改成i 也就是第i列的a欄 所以它第一次會先從a2開始 所以只要看到那個數字 Sales後面這個數字改成i就可以了 那這邊改成i 這個是要輸出的位置 輸出到i列的b來 那我們這樣應該就OK 這個是數字部分 所以你跑進來之後 那當然如果你不確定 我是建議你可以按F8 F8就是主行跑 先跑第一個 當i等於2的時候 然後先把c先歸零 然後呢幫我算一下 再來的話 算什麼呢 先a2 這a2這裡面 所有的那個什麼 字數5個它會高 所以第一個字到第5個字 分別取出來判斷一下 是不是在數字的這個 rcq內碼裡面 4的話呢 就幫你加1 不是的話呢就跳過 所以你會發現幾乎都跳過 然後呢 0就輸出了 這剛剛已經輸出過了 這把它delete掉 然後再來的話就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呢 i等於多少 i等於3 那就是抓這個1 2 5 所以你會發現 c歸零 c一定要歸零 c如果沒有歸零的話 他會把之前的數字又拿來加1 那就會變越來越多 那因為1 4 所以加1 再來就2 2是不是4 再加1 5是不是4又加1 所以c應該變3了 然後k是不是 k不是跳過 g是不是不是跳過 然後再來就把3這個數字 因為c嘛 加了3次嘛 c加1嘛 3次 所以把3的數字呢 帶到這邊來 3的 所以因此類推 其他就讓他跑完 所以你會發現 跑完的話 這個是1 2 3 4個字沒錯 這個有8個字 那這邊個別為沒有字 那也就是說 利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的什麼呢 這個數字個數的部分呢 程式就寫完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那英文怎麼辦 我剛剛講 英文其實跟數字 差別 基本上呢 最大的差別說 英文有大寫跟小寫 所以如果要判斷的話 那變成要判斷兩次 所以其實有一個方法 我剛剛講的 你乾脆全部轉大寫算了 所以喔 那怎麼樣轉大寫 你可以一樣 檢視 裡面有個即時運算式窗 我查了一下 那個VBA的函數 如果要把它轉大寫的話 就是用U-Case U-Case這個函數 那U-Case的話呢 我示範一下 比如說我裡面放一個 小寫的A好了 它本來應該 是小寫A喔 可是經過U-Case的話 它會變大寫A 所以Enter一下 有沒有 變大寫A 所以喔 如果假如呢 我們不希望說 英文的部分 要做兩次判斷的話 那其實啦 用U-Case 那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變小寫 可以啊 其實你只要把 U改成L就可以了 L-Case L-Case看一下 比如這邊 把它改成 大寫的C好了 Enter 有沒有 變小寫 所以當然兩個都可以啦 只是說一般習慣會用U-Case 比較把它轉大寫 那只是說要怎麼寫呢 其實喔 跟各位講一下 像這個數字個數這段程式 如果你寫出來了 英文其實拿來抄就好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邏輯架構都一樣 但是要知道 改哪幾個地方就好了 第一個喔 把這個貼過來 這邊改英文 那一樣是forI I的話一樣是1到9 那 藍的話也是A藍 所以這個地方基本上不用改 主要要改哪個地方 輸出的地方 這個地方 輸出的位置應該是輸出到C 所以這個只要改這個 輸出改成C藍 然後呢 規則部分的話 因為呢 我們 要 只要比一次啦 所以比哪一次 比那個 大寫的部分 大寫應該是多少 大寫的話應該是 大於64 有沒有 小於多少 小於91 所以64 91喔 所以把那個程式改一下 所以喔 最簡單的方法 把剛剛這一段程式複製貼過來 然後這邊改一下 64 然後這邊改成91 其實你可以看啊 這個ASCII code內碼 它這邊就有了 64 A前面一個 然後 這邊的話是91 OK 然後 最後還有一個地方要改 哪個地方 就是呢 把這個字 取出來 特別是喔 要加一個U-Case 要加在哪裡呢 特別是喔 你不能加在這個外 要加在這個切割的地方 有沒有 切 那是看這個好了 切割這個字 用MID切割嘛 切割完之後 馬上把它轉換成大寫 所以呢 要包這個函數的地方 記得是在ASC的裡面 MID的外面 這樣才合理嘛 因為我切到那個字之後 然後呢 我馬上把它轉成大寫 再去幫我判斷說 它是內碼是多少 你不能放錯位置 放錯位置 結果一定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就在這邊打 U-Case 這樣OK 所以U 打一個U-Case 前刮弧 然後再到後面這邊加一個後刮弧 好 這樣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完成 看一下 還沒什麼地方 不OK的 如果沒有的話 看起來好像 輸入是沒錯 輸入都A欄 輸出的話 就是C欄 因為要輸出到這裡 OK 看一下結果不OK 如果OK的話 那表示應該沒問題 執行看看 執行了 馬上出來 看看這個結果對不對 這個是 英文5個 沒錯 英文2個 沒錯 5個 沒錯 這沒有 4個 4個 5個 這樣就OK了 理論上 英文 如果只要不管大小寫的話 那基本上 就是加一個U-Case 就完成 所以 我們大概 總結一下好了 到底我改了哪些地方 英文個數的話 基本上 第一個 先把程式直接從上面貼過來 改個英文 第二個的話 把裡面的輸出 我大概改幾個地方 本來這個是B 改成C 然後其他都沒改 還有改這個 大於64 小於97 這個改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在MID的前面加U-Case 記得後面加一個尾巴 加一個後刮弧 因為它有前刮弧 加一個後刮弧 然後這邊的話U-Case 前刮弧 加一個後刮弧 這樣子 就把 那個 英文個數部分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 你只要寫出一個 底下用Copy貼上 大概架構應該都一樣 OK 試試看好了 畫面 給各位 試一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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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